光临大弟子一棍敲晕师傅 只为得到他的毒魔秘籍 觉得这时魔术师又站了起来 卷毛尖章 拉起旁边的绳子 套在了魔术师的脖子上 想要撩死他 可效果并不太好 转眼间 魔术师跌跌撞撞来到了断头台阶 被珍重卷毛的吓满 他一把将魔术师的脖子给套了进去 随后拉斗绳子 扎刀落下 但师傅倒还不够锋利 这时 恨毒的卷毛又容易压在了刀把上 送他上了几天 解决王师傅后 绝毛如愿拿到了秘籍 凭借此工艺 十年天他取代了师傅 成为了一代大师 可豪情在这天感染而止 一个莫名而来的小伙 前来踢馆 一上来 他就开始偷戒指的小把戏 可很快就被魔术师识破 魔术师非常不懈他的剂量 并疏弱他 但他不知道 小伙在戒指里面已经动了手脚 接着 小伙又开始向他展示自己的独行术 他先让魔术师在纸上 写上几个数字 然后让魔术师去拿几个水果过来 随后 小伙掏出了刀子 将香蕉一分为二 再用刀子将自己的手 隔开一道口子 流出的血滴在了纸上 每一会儿 纸上就呈现出四个数字 26349 和魔术师写的一模一样 可魔术师一点也没看得惊奇 并开始了解密 他告诉小伙 这是一支电子笔 当自己写下数字时 信息一笔传出到了你的手机 然后 支开我去拿水果 自己再拿出透明蜡笔 事先在本词上写下数字 之后又换了把假刀和假血 完成了最后一步 说说 就去小伙口袋 掏出了他的假刀 殊不知 这也是小伙计划中的一步 近十七成熟 小伙告诉魔术师 自己的爷爷 曾经也和你一样 会同样的疑魂术 但密集却凭空消失 心虚的魔术师一听 赶紧找了个借口 走了出去 等魔术师一走 小伙就跑到了他的保险柜前 由刚才的数字 当成密码 想要寻找密集 然而 密码根本没有用 他也被进来的魔术师 打个正招 魔术师告诉小伙 自己没有所谓的密集 让他赶紧离开 小伙告诉他 密集上是有专利号的 下次来找你 就是法庭界了 就在小伙走后 魔术师开始紧张起来 他立马用铅笔 在杆杆的纸上 投上印记 果然出现了字符 但其密集上 也有相同的情况 魔术师准备取出校围 为了不留痕迹 他又特意将摄像头 全部关闭 还向近代的记录 全部删除 这才放行的输入密码 取出密集后 将他们全部收 没想到 到了第二天 警察却找上门来 他们告诉魔术师 你的妻子 昨天被人杀死了 必须问他 昨天去了哪里 魔术师刚想说 自己整晚都在这里 并且有视频作证 可突然响起 视频资料 昨天已必散除 这时 警察注意到了他的保险箱 并要求他立刻打开 魔术师也只能听命 就在他输密码时 看着手上的戒指 突然响起 小伙在昨天动过他 一种不祥的预感 如然而生 果然 在他打开保险柜厕厕 就被警察控制了起来 原来 小伙早就拿到了密码 并且作案工具 放在了里面 他怎么也想不到 昨晚还发自己视频的妻子 今天 已经一样想得 自己来陈他杀人犯